18分钟你要真正记住的是说什么是你的idea 你怎么告诉别人你的idea 然后用客观的事实来论证你的idea 第二件事情在讲知识社群的参与 知识社群的运动参与也好 它透过一个对的情境氛围 那个场地还有参与者体验的方式 怎么样来进行bottom up的力量 第三个就是说在谈内容跟服务 未来所有的硬体产品都是既定的事实 你必须用内容跟服务来做第一线的包装跟互动 最后就是这整个主軸的idea 就是我给你这个input你的output是什么 所以what's your idea 你的idea是什么 所以今天这个分享的重点不在于我分享的什么 也重点不在于我是谁 重点在于说你吸收了这个东西 你内化了什么东西变成你自己 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事情 或者可以拿来实践拿来活用的事情 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不好